字幕提供 大家有沒有想過 只用灰和繩子 都可以發出脆怪的尖叫聲呢? 大家一定沒想過 快點來看這個脆怪的尖叫聲的實驗吧 要進行這個實驗 我們需要 一個膠杯 一條一米長的繩子 削尖了圓筆 還有剪刀 首先請大人幫忙 在膠杯底部用膠紙封一個洞 這個洞要穿繩子 之後再用圓筆封把繩封過洞 如果繩頭很鬆散的話 可以用膠紙把它撕回 這樣會容易穿過洞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預先把繩穿過膠杯 之後再把繩拉出來 然後再繩頭到這個位置 可能容易 這樣幫我把繩子拉進去 這樣幫我把繩子拉進去 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樣會不會拉出來的 然後弄濕條繩 再把繩子拉在門邊上面 然後把繩子拉直 再把繩子拉進去 之後再把繩子拉進去 然後再把繩子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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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不聽到 脆弱的尖叫聲嗎 你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聲音呢 A A 因為你 當你點擊的時候 B 因為儲存在繩子裡的性能 C 因為繩子的震動 大家可以暫停這條影片 去思考下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C 繩子的震動 因為手指挪回摩擦的動能 會令繩子發出震動 而震動會透過膠杯 去到杯裡的空氣 之後震動波會透過空氣 傳送到我們 這樣我們便會聽到 脆弱的尖叫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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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慢慢來 無憂 跟大家 .. 摩 дв 探?... 哪裡 よろしく ró